词曲 李宗盛 现在呢我们是坐在101的旁边 是的 对我们今天呢 从非常遥远的国度 你知道是哪里吗 荷兰 对我们从荷兰请到了我们的同学 然后现在也是书法家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书法的生活 是的 非常的优雅有气质 而且真的對生活很有幫助 我們來看看吧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黃金女郎是蘇珊 妳好 她今天從荷蘭 不過這次是從荷蘭特地飛回來參加我們的錄影 很榮幸收到黃金女郎的邀約 今天跟大家談談關於書法 太好了 妳說妳一開始學的是顏真卿 對 還有近代書法家賈景德的作品 那就是小時候 大概十歲的時候 不小心參加了學校班級的書法比賽 然後後來呢 因為學校有一位老師 他就 應該是算那個退伍 不是退伍就是大陸來的 然後他就平常還有在教書法 那就挑了幾個學生 那我就是傻傻的我就被挑走了 然後他就說每天早上七點到八點 就是升旗 升旗的時間 包括升旗的時間 然後就每天去練習 那當初練習的時候也是從一點 就是這樣一點 一點 一橫一橫一束開始練起 嗯 那老師就 會來跟你勾勒 哪邊好哪邊不好 就這樣知道 嗯 那我就這樣子 應該是說完完整整的 有一年的時間是每天早上都去練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之後就常常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等等這樣子 嗯 那可是那時候你應該有喜歡吧 要不然小孩子怎麼坐得住呢 我大概是對什麼都喜歡的 所以我就每天都去了 然後就從研磨開始 當時呢沒有墨汁 也是用自己用水 就開始從磨磨開始 對我記得小時候都是這樣 然後呢 也很好 因為呢 從磨磨當中 然後我們就去開始學會說 你的磨要用多濃 其實這也是一個學問 對 嗯 不像現在很方便 用墨汁就可以了 對 但是墨汁的使用也是有學問的 嗯 因為一般正常來說 如果你是要寫來表背的 應該是 墨汁跟水要有一定的比例 然後你再用墨條稍微再研磨一下 不要直接使用墨汁 嗯 好 OK 那今天帶來的工具 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我今天帶來是比較環保的 嗯 對 可以重複寫這樣子 對 這可以重複一萬次 喔 一萬次啊 然後現在 現在這個還有彩色的 喔 對 它可以重複一萬 它是步作的 嗯 那另外這張是彩色 這一張呢 是黑白的 嗯 就是只有黑色的 嗯 好 那我帶來了 四支筆 對對對 我帶來了四支筆 這一支是我從荷蘭帶回來的 那其他這三支 嗯 是在匯豐堂買的 嗯 那跟他們很有緣分 是因為我去匯豐堂的時候呢 就在他的櫃檯水手拿了一支筆 然後就在那裡 嗯 回號 就發現這支筆很好寫 那我們就這樣 我就買了大中小三支 嗯 非常的開心 因為 欸這樣就不用摸摸了 哈哈哈哈 真的 而且也很環保 嗯 沾水就可以寫耶 因為我只是喜歡練習嘛 對 可以一直重複的練習 對 就可以看你要寫什麼 就寫什麼 然後他就會乾了 對 你要寫這樣子 這個是行書嗎 然後也不算 就是凱書 然後就順著就這樣子寫 嗯 那等一下如果要看 那個 眼體也是可以 好 好棒 對 蘇珊 你說 所以在荷蘭的這段時間 書法成為你生活的一個調劑是吧 是 嗯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在荷蘭的書法成果是什麼樣子的嗎 好 呃 我常常在無聊的時候 甚至於有時候也會強迫自己練習一些書法 嗯 但是我更喜歡的是做一些卡片 好想 或是過年的時候呢 寫一些呃 跟過年有關的一些家話 嗯 然後把它丟掉 因為在海外呢 嗯 春蓮 春蓮紙 嗯 比較不容易取得 嗯 在短缺的狀況下 我也會用文具店買的A4 就是A4的紙 那紅紙 然後就把它裁成一半 那這樣就可以寫了 那我喜歡就是過年的時候寫一些家話 那譬如說這個是今年的時候 就來一個 呃 雞船佳音 嗯 然後 雀送喜放 那這樣就變成很短的一個對聯 嗯 對啊這樣 然後我就把它裁備起來 嗯 那從 我也會寫很多的春啊 福啊 平安啊 然後一次裁備起來 然後就分送給大家 嗯 分送給在海外的 分送福氣給大家 對 然後就是學校的老師啊 學生啊 或是家長等等 他們就會回去就會貼在他們家的寵物上面 嗯 嗯 平常呢 沒事的時候 我就喜歡這樣寫寫書法 嗯 當然心情不好的時候 更會想要寫書法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呃 剛剛我們有提過 那個寫書法的時候啊 其實是配合著我們的吸氣跟吐納 嗯 那生氣的時候會發現自己的氣調度不是很好 嗯 所以 對 希望自己靜下來 對 但是只是 腦子裡面告訴自己說 靜下來靜下來其實是不夠的 嗯 我們應該要有實際的行動 嗯 讓身體很自然的靜下來 然後運氣自如 嗯 這個時候寫書法就是最好的辦法 嗯 嗯 那如果寫得好的話 我想那個成就感就會讓你心情覺得更放鬆 我們更高興我覺得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提到寫書法的時候就是要放鬆心情 嗯 那可是呢 在你心情起伏的時候 下筆的當下 寫出來的字 嗯 可能代表著兩個意義 一個是你當時的心情 第二個是 你希望有的心境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嗯 我現在心情很亂 嗯 那我就想要寫個書法 嗯 然後呢就開始裁個紙囉 嗯 那寫下來第一個字 就是寂 寂 嗯 就是自己想要有的心情把它寫下來 對 然後就擁有這個心情 對 這是太棒了 這是書法是非常爆妙的一本藝術 真的我都以前沒有想到欸 有時候我都覺得 嗯 書法這一本藝術好像是一位心理治療師 嗯 你可以這麼說唷 對啊 然後呢 有時候可能覺得家裡太亂了喔 對不對 但是 哈哈哈哈 就是 心情就看起來就不是很好 好吧 再拿出一支筆 好 再拿筆那寫一個乾淨的字 這樣子家裡就會變乾淨了 哈哈 好需要 哈哈哈哈 因為寫完這個字之後呢 你就要收拾桌上的那些筆墨嘛 對 那就收拾筆墨的時候 說把家裡也收拾乾淨 所以家裡也變乾淨了 哈哈 對 那我回去要趕快試試看 哈哈哈哈 然後有時候呢 你就覺得自己活得太計較了 嗯 腦子太精明了 嗯 就希望自己能夠糊塗一下 活得糊塗 就告訴自己 唉呀 不要凡事這麼精明 嗯 活得糊塗一點好了 嗯 再來呢 人生 難免有時會感嘆一下嗎 對 想有的沒有啊 嗯 想要的也要不到 對 就怎麼辦呢 就只好勉勵自己 命理有時終須有 命理無時莫強求 有我有看過這幅 有在臉書上分享過 大家都按讚 哦 謝謝 好 那再來呢 寫著寫著 自己就覺得說 唉呀 老師寫一個字一個字 好無聊喔 嗯 我把字合起來寫 然後呢 我就從這個網路上去找到了 這個 知足 常樂 四個字 合體字 這個叫合體字 知 然後足在這裡 常樂 嗯 看出來了嗎 呵呵 知跟樂 也蠻有意思的齁 是啊 但這是別人的作品嘛 對 自己總共有創意 所以呢 現在這個是我的專利喔 對 這種喔 這一張呢 你看 裡面有 其實是有六個字 真的我一直以為只有四個字耶 糟糕了 而且我四個字還評不太出來 那家庭你猜猜看嗎 嗯 你剛剛說這有個平 這有個貴 然後這有個彩 是彩嗎 嗯 不然咧 彩這個彩應該還有三皮吧 對 可是我忘記了 這個 平凡 平凡 對 然後貴什麼 貴照詞 你看就好了 這個字 平凡 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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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一般人 平凡貴氣 一般人可以看到四個字 平凡貴氣就很不容易了 對 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是特別厲害的 我一個同學 現在跟我一樣年紀 嗯 視力從小到大都是2.0 我們都是同樣 2.0 他2.0 所以他看到六個字 哈哈哈 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六個字嗎 可以看到六個字 趕快在下面留言 我們有獎品送給你喔 對 好 有獎品喔 有獎品 我幫你先 哈哈哈 對 我們會直接有獎品 那這一幅呢 這一幅字呢 目前我已經送給我的好朋友 因為當初呢 就是他看出六個字 哇 那是我在他借回來的 對 連四個字都看不起來 哈哈哈 再來呢 來告訴大家 真的 心情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當到幾點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 心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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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裝心經 是可以要蠻有效果的 對 非常有效果 那這個是我寫的心經 那 當初是用學生 一位香港的學生送給我的綿筆 它不是毛筆 它的頭是黏做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筆跡是不太一樣 嗯 那當初呢是 而且你是 一氣呵成 哇一氣呵成 這一幅心經 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我是在非常氣憤的狀況下 就一氣就把它寫完了 氣憤真的嗎 現在可能寫不出來 因為現在很開心 那我就把它留下來 對 它的作品就是一個當下 對 沒有辦法複製 真的沒辦法複製 你現在要我寫一幅一模一樣的 還不可能 你不太可能寫得出來 對 所以要 你不要先培養那個心經 但是拜託不要讓我生氣了 我現在希望寫的是 一幅會非常平靜的心經 嗯嗯 好 那今天的作品 最先介紹到這裡了 所以蘇珊 我聽說你在荷蘭現在 有自己的工作室了 對 那所以還 教了很多外國人型書法 盡力的推廣中華文化 是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原則上是 我在荷蘭的台北中文學校 有擔任這個教職的工作 嗯 那在擔任教職的時候 通常我希望這個 華語文的教學是多元化的 嗯 那很巧的 書法正好是我的專長 專長 對 然後我就會很喜歡 把書法融入這個教學裡面 嗯 而且外國人一定非常的喜歡 是啊 對 他們都覺得這個中文字非常的美 對 比如英文的書法真的是 有過字而無不及 當然 當然 那他們說 通常他們是一看到我的時候 看到華人會寫字 他們最有興趣的就是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我的中文名字 對 那有時候我就是 隨便拿一支筆就寫在上面 那他們不會去分辨你的 你寫的漢字 這個中文呢 好看或不好看 反正你寫的再怎麼醜 他們都認為很漂亮 真的 這就是我們 對 這就是文化的 在這個國外呢 不管你字寫的好不好看 都是好看的 都是好看的 但是呢 在教學生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嗯 那我的幾個 覺得自己很榮耀的經驗 就是說 嗯 學生呢 會在我的引導下呢 會開始喜歡寫書法 嗯 真的 這就是老師最大的成就 嗯 對 那因為呢 我的教法會有點不太一樣 我會開始讓他們從相形字 就是去用話題 對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有 牽涉到這個 中文的教學 對 那中文的教學就是要認識漢字 嗯 那從相形字開始 認識漢字 知道它的氣緣 是最有趣的 對 真的非常有趣 嗯 因為呢 孩子們他從開始去畫漢字 到開始寫 然後去看漢字的演變的時候呢 從筆 輕輕的在這個紙上開始 對他們來講是畫 他們會說我的畫漢字 就是畫畫 非常自然的方式 例如這個日 太陽 一開始就是畫一個黑黑的圈 然後旁邊就有幾道光芒 然後再慢慢呢 就是 就是一個圈 中間一點 然後再慢慢成的 鑽書 歷書 最後是砍書 然後我真的非常有經驗 是啊 那我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讓孩子們去畫 嗯 然後我就會發現到說 欸 其實 包括過動 或是比較坐不住的孩子 嗯 他們都會喜歡上這個書法 哦 這個書法有醫學上的功效 沒有錯 因為呢 其實書法在 呃 醫學研究上面 目前已經有研究報告顯示 練習書法可以提升注意力 嗯 然後可以呢 改善我們的認知 嗯 甚至 可能 可以延緩的失智 嗯 老人的失智 嗯 所以不管小朋友 大朋友都要一起來學習書法 對 就是0到99歲 都很適合寫書法 對 今天呢到這裡 我們非常感謝 蘇珊老師的 呃 這樣的大力協助 大力 大方的提供他所有的經驗 那當然還有很多後續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 拜拜 拜拜 謝謝 哇 拿起來給我們拍一下 真的快乾了 謝謝